干硬化患者有哪些症状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郭永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干硬化分为代肠期和失代肠期干硬化 代肠期往往症状不是很明显 可能病人会有一些疲乏无力等非特性的症状 而干硬化失代肠包括两大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肝功能损伤的表现 患者可以出现消化到症状 包括食欲不振腐泻 腐泻常常是干硬化病人最常见的一种表现 很多患者反复到消化科就诊 最后发现是干硬化导致的 所以如果病人长期慢性腐泻 要注意排查是否有干硬化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有内分泌失调的表现 比如男性可以出现睾丸缩小 性功能障碍 女性可以出现月经减少 必经等症状 还有呢由于肝硬化病人 可以出现肾上线皮脂激素的异常 导致皮肤的色素沉着 面部幽黑 我们称之为肝病面容 下肢可以有色素沉着 而由于磁激素灭活的减少 男性患者可以出现蜘蛛痣或者是肝掌等症状 除此之外呢还有门脉高压的表现 门脉高压呢可以表现为皮功能抗进 测脂循环形成 有些患者的皮脏可以增大 可以出现白细胞和血小板的下降 也就是临床上常说的 皮抗的表现 测脂循环呢主要表现为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腐壁静脉曲张 以及质静脉曲张 这是由于测脂循环开放导致的结果 所以呢患者也可以出现 因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导致的上消到出血 以及由于质静脉曲张引起的痔疮出血